遠景停下紅燈 一輛機車完全沒有減速 直接衝過去 看上去相當趕時間 才剛騎過路口 又突然緊急停靠路邊 綠燈一輛警車往前開 只見騎士伸出左手 揮揮揮一直揮 就怕冤警沒發現他們 仔細一看騎士後方的男子 已經四肢無力 整個人往前彈倒 時間緊迫 就怕等救護車來 錯過黃金搶救時間 冤警當機立斷 帶著他們直奔醫院 原來按喇叭闖紅燈 這一連串行為 是要尋求緊急協助 10號早上9點 圖姓女子的丈夫 在家中感到胸口悶痛 她二話不說 騎車載著丈夫 從台南大內區 石子賴的住處 要到附近診所看診 途中丈夫越來越不舒服 臨時決定改去 離家半小時車程的 麻豆新樓醫院 只是到了新生南路 丈夫全身貪亂 快要喘不過氣 正小路口出現一輛巡邏車 圖姓女子情急之下 闖紅燈按喇叭再不斷回首 成功吸引原警注意 兩公里路程兩分鐘抵達 事後圖姓女子 還親自帶著水果禮盒 前往派出所致謝 因為事發當下距離醫院 還要將近十分鐘的車程 就怕丈夫死去意識 才會一連串大動作 吸引原警注意 還好最後平安收場 第一輩子新聞 顧首商蔡新瑜 台南採訪報導 왔 引臨 交 郭 要 指揮